他做出来 让我们看 让我们体会 让我们学习 会学的人 效果着珠 也给大众做好榜样了 不会学习的人 堕落山土 他还在受苦包 为什么呢 业章袭击很重 到卧道去消业章 所以你是真明白了 搞清楚了 卧道不是坏地方 我们叙事今生 造则这些物业 物业不消除 你不能臣服到 尽死烦恼不断 不能到 不能出六大轮回 所以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还是要消业章 还是要断烦恼 只是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修学的环境 我们在搜捕世界 在塌方世界 无量借来 造作的一些业障 到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消化 灭债 怎么还法 到西方极乐世界 天天清净佛陀 你没有离开 阿弥陀佛了 怎样还众生的业债呢 众生有感 你就有印 你虽然烦恼稀奇没断 你有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加持 你是阿弥约智菩萨 所以 你有能力 在 设法界 任何一法界里面 你能帮助你有缘众生 破密开悟 利苦的罗 这种消除业障的方法 还债的方法 跟在搜捕世界 迥然不同 不是不还 不是不报 报的方式不一样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真正 你无师借来这些 业债都还完了 还清了 各主说 那你真的是阿弥约智菩萨了 你生 在极乐世界 生十包 专业图 可见的 极乐世界还是 凡神同居图 三倍九品 往上提神 生到十包图 生到方便图 方便图里头也是三倍九品 再往上生 生到十包图 世尊这个加持 你是在 同居图 跟方便图 这个是世尊加持 到十包图的时候 那是你自己的功德成就了 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 无比殊胜 哪一个菩萨不希望去 校业障 是每天天经文法修餐会 还许债 这是硬化到十方世界 帮助有缘众生 破迷开悟 利苦的路 自行更化它 一点妨碍都没有 每一天坐在阿弥陀佛面前 没动啊 设防时间 化身去了 以硬化身去还债 你说这多殊胜 这个多圆满 还需债 不妨碍自己修行 不妨碍自己 听经文法 也不妨碍自己修福修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能分无量神 同时 同处 异处 不可思议的神通道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的 不齐而起 不作而作 一切这些 业心 由上求佛道 由下化众生 上求佛道 圆满自己的 佛会 下化众生 多半都是还债 把无量借来 这些怨心 统统化解了 这才能圆满 臣服 没搞清楚 你只在菩萨为业 你成不了佛 成佛一定 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